不知道會不會是我說的呢 其實這次發展商的女生都很熟悉的 麗瓊 如果純粹想見識一下兒保美女的風範 其實都可以來一下這個 不過最好就不好了 我們發展商到今天 中間的公司安排了 問有沒有多少人 我不要說多少人 我從來都不擔心 期望的人我多給兩三倍去 就看我怎麼宣傳 這次我是純粹用啤梨漫步 沒有從任何其他渠道 包括Facebook、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我從來都沒有 就是從來任何其他東西 或者打廣告 明天就將會有多少客人 大家星期日去見都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不是其他外面那些 又穿西裝裝裝一胎 就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接觸免廣 我們聽眾群多 當然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做生意是講信用 尤其是現在 其實我是內心見到 不要說人家是無量的 人家見到人家賺錢 我一眼就看 我就知道人家怎麼賺錢 但是我真的很矛盾 他們用的每一樣手段 我都懂 而且被他們用得厲害 但是我不用得 為什麼 因為我當大家是朋友 大家都當我是朋友 雖然朋友會吵架 但是我不會騙你們 但是 但是當我看到人家這樣 可以賺錢 找到我很多 我也很難不強 我真的很難矛盾 所以我現在都要想著 有沒有辦法 又開另外一間公司 請另外一些人出去 握握一下 實際上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要把你的名字 傳給同事 他們到時 因為你沒有名字 之前走進來 會不會不讓你進入呢 Walkin也會讓你進入 但是Walkin就不包補 你的位置錯了 而且當太飽的時候 就對不起了 所以你最好WhatsApp 而做這些事情 我又給你們一個提示 不要嘗試自己做 你不找啤梨做 不要緊 你可以找任何 因為有些事情 是你們做不到的 就是做不到的 不要問為什麼 包括美國 我希望大家有志的朋友 今個星期聽完我們這個講話 最好都會跟我們去馬來西亞一次